欢迎回到57健康同学会 刚刚我们破解了几个迷思 对不对 那正确的饮食应该是要怎么来选择 对 正确的这个降压饮食 究竟应该怎么吃 有没有什么原则我们可以追寻 有有有 我们也是借用董事基金会这张图 我觉得它写得很清楚 有一个心就是对你的心血管 降压很好 因为你只要遵循这个德书饮食 两个礼拜 你大概可以降8%到10%的血压 对 那因为刚刚除了说腺糖跟腺盐之外 你可以多吃这些刚刚是少吃这些要多吃 就是也不是说多吃 就是说你可以你的饮食要注意 第一个你看 它就是要把你的金白米 太精致的主食改成全骨类 因为这样是增加我们饮食中高纤维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然后另外就是说每天五加五的水果 五书五果 我们平常不是说蔬果五七九吗 对 可是当你高血压的时候记住你的蔬菜水果的量还要增加 尤其是蔬菜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增加我们甲的摄取 甲若高的话我们会排纳 每天吃五种水果也很难 可是我是建议说 就是蔬菜比水果多一点 因为蔬菜的甲含量比水果来的多 然后再来就是多喝低纸奶 其实我这边也建议说两杯就可以了 因为它低纸奶这边的目的是要摄取钙的来源 那因为很多人不吃不喝牛奶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食物 好比如说乡村或是绿豆芽或是芝麻等等 这些豆腐都有钙的来源 因为钙如果多的话会让我们血管疏脏 还有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红肉改成白肉 那因为我们知道红肉里面很多胆固醇 有很多饱和脂肪酸会堵塞我们的血管 然后就是吃坚果用好油 好我们这边就要讲 因为坚果里面有很多铭 铭的话会让我们有疏压 血管也会放松 所以就是说你的饮食中注意这 得输饮食的五原则的话 其实你的血压这样持续两个礼拜会降下来 那中医有什么饮食会崛弃 的确我们还是刚才提到吴老师提到 这个得输饮食 可以对我们血压是调整是有帮助的 那这边也提起一些 我们在饮食之外要注意一些小秘诀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早餐空腹的时候 可以先喝点留职的 因为经过前一夜 我们血液会比较浓稠 补充一些液体呢 可以促进我们的循环 我们老人家有时候睡觉前 起床后啊 都会补充一小口的水分 那不要太多 然后小朋友会夜尿嘛 第二个就是说 高血压患者在晚餐 最好在六七点当中就来食用 尽量不要太晚 越晚越不好 尽量不要超过八点 而且 尽可能只要吃七八分饱就好了 因为吃太饱之后 对我们的肠胃蠕动啊 睡眠品质都会有影响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 外食足尽量少喝一些汤 尤其一间餐厅的汤啊 他每一百公克里面大概都会超过一到两克的盐 尤其我们外食 特别是浓的高汤 少点一些排骨汤啊 鸡鸭汤 因为胆固醇过高 所以这种 实际上浓稠的汤 尽量不建议来摄取 造成胆固醇过高 血脂过高 没有排骨汤没有鸡汤 就只剩青菜萝卜啦 其实就像我外食 我喜欢吃竹笋汤 对我们的肠道蠕动也不错 还有味噌汤 但味噌汤我相信盐 盐也是不少 尽量就清淡一点 有时候那汤太浓稠 反正比食物还要多 盐啊糖分更多 第四个就我们炒饭炒面 这种脂肪跟含盐量较高的时候 至少食用样也不要太多 太多这种盐分跟糖分摄取的也不少 最后呢就是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尽量用一些比较天然的辛香料 醋啦还有姜葱蒜 甚至这个咖哩来降低 我们的盐分跟酱油的食用量 因为这些料一样可以 比较低盐低糖之外 它这些味道也不会太重 一样有酸甜辣的作用 一样吃起来很爽口很有营养的 所以建议在饮食上面 配合我们德树饮食 是相当有帮助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也推荐大家一些这个降压的食物 包括了主食啊副食品 从刚刚吴老师那个德树饮食 我们可以把它再引申过来 我们实际用个菜单吧 好我们那如果主食的话 你吃什么是比较好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选择的是这个地瓜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 它可以保持我们血管的 一个弹性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是地瓜 因为地瓜还有丰富的什么 黏蛋白能够保护我们的黏膜 促进党固醇的代谢 保持血管壁的弹性 有助于降血压 另外地瓜含有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你肠胃蠕动 还有避免便秘哦 那我就顺便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经常来吃地瓜叶啊 对啊 如果地瓜叶跟地瓜来讲的话 对 怎么样 是不是也是一种抗压的食物 地瓜叶 绝对是 地瓜叶 对 地瓜叶那个高血压的人吃 有时候甚至 如果他又是胖 如果说这个人他要在控制体重 没有办法一直猛吃这些主食类 因为毕竟淀粉比较高 你可以改吃他的地瓜叶 就是地瓜不吃就改吃地瓜叶 而且地瓜叶的甲比地瓜还要高一些 对 而且他的热量又比较低 所以就是多吃一些地瓜叶 比较没有负担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蔬菜部分呢 比较好来推荐是说 有番茄跟牛磅 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 纳离子的一个浓度 那么这个来降低 然后同时血管的扩张 也有这个降压的一个效果 吴老师进步帮我们分析 为什么番茄跟牛磅 好啊 那番茄的话就是你看它很红嘛 大家都知道说还有茄红素 茄红素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 而且番茄里面还有维生素P 就是生物类黄酮这样子的东西 它会让血管的弹性变好 而且它抗氧化作用 会让我们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 就是不好的胆固醇 不会被氧化黏在血管壁上面 而且番茄的甲离子也高 也可以排纳 那另外一个在这边我要推荐 推荐各位男性朋友高血压的朋友 要多吃牛磅 第一个它会 因为它的含钾量高 还有钠含量低 而且它算是根茄类 根茄类蔬果里面含钙量最高的 在这边讲一个笑话 这边根茄类它是蔬菜 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 跟同学介绍牛磅 有人举手说老师牛磅是牛的哪个部位 他会问说它跟牛编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这边不是讲乙型补型 可是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乙型补型 就对了 还有牛磅还有个叫做牛磅袋的东西 它也会让我们血管扩张 然后还有降血压 然后另外就是牛磅里面有个东西 在这边没写手板没有写 它的氨基酸含量有个叫金氨酸 金氨酸含量还蛮高 它会变成一氧化氮 那一氧化氮的话也会让我们血管放松 对 那另外就是 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男性朋友 可以多吃一些牛磅 因为有乙型补型的效果 而且另外它有个名字叫做 疼无财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推荐牛磅 又可以降血压 所以很关系我们电机前面的男性朋友 对 我问个问题 那在市面上 有一些浓缩的叫牛磅粉 然后常常他们会讲说要越老的这种牛磅 它可能浓缩下来这个粉 它主要当然就是排便 扇子线纹很高之外降压 那我不知道老师是不是也认同说 如果真的我们要吃要学老扣扣一点的 会比较好吗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说 如果你是要一般来讲的 一般加入自己的饮食里面 我觉得不管是年轻老的都OK的 对不需要很特别老 只是我不晓得口感上 老的跟年轻的吃起来有没有差 那如果说你吃牛磅是为了要增加纤维素 那就老一点的纤维素会比较高 老的纤维素高 老的纤维素高 那你就吃老的好了 老牛 你就吃老牛磅 我吃嫩的我就吃嫩草好不好 但是如果要降压的话 看来应该吃嫩一点的好 没有啦 降压应该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就加入你的饮食 对 饮食可以 好 你就一直顾虑你的老 好 那老师可以吃了 好 来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 那肉类我们应该吃什么肉呢 对 我们看一下肉类比较好的选择有什么 我们继续看一下 好 是这个鲑鱼 那为什么会推荐鲑鱼呢 我们来看看是因为 它可以降低我们血压 而且是防止这个血栓 就想说这个鱼油的一种同样功效 鲑鱼 是 而且鲑鱼因为它含有 丰富的Omega-3脂肪酸 提供必需脂肪酸的EPA跟DHA 因此具有清血降低血胆固存 还有活化脑细胞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好 那今天鲑鱼我们就 对 我在那边再插播一下 又有人举手了 就说老师 那鲑鱼是红肉 对啊 红肉改白肉 我是想问 不是 它是属于白肉类 我们这边红肉是四只饺的 哦 那它这个没饺的是 对 就是非四只饺的 我就把它归在白肉了 应该是 应该说两只饺比四只饺好 对 没有饺的又比两只饺好 对 对 对 所以虽然不要看它肉红红的 但是它是白肉的范围 对 对 对 因为比起牛肉猪肉 它的那个热量是低 对 而且它的脂肪饱和度比较少 对 比较低 这是我们可以在肉类的部分 那我们当然是不是还有一些 这个饮品 我们看到 我还推荐饮品 这个长一颗颗大部分 好细心 还有喝的 如果我们把它盖住 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绝明子茶 那它可以调节我们脂脂的代谢 降低我们的血压 安德这边好像有绝明子的长相 对不对 对啊 跟你的长得差不多 不是跟你长得差不多 跟你那张差不多 你看这个一颗一颗 这样子看我真的看不出来是绝明子 对啊 可能是我们放大 像亚麻仁子那种感觉 对啊 可是它又觉得是比较长形的 总之重点是上面 你看它也是绿色的这样的植物 当然在路旁 或者森林里面 我们大概也看不出来 真的 很多中医中药都是这样子 对 那绝明子呢 我记得都是好像明目的 就它也能降压 对 的确像安德提到的 这个绝明子 是我们中古人很好的一个发现 这搞定高血压 我们可以推荐这个绝明子茶 它可以达到养生保健 预防我们这个血脂身高 调节我们的血管的紧张度 我们发现呢 在现代医学有研究 绝明子的乙醇提取物 可以帮助我们遗传性的高血压 能够对收缩压跟疏胀压 有明显的降低 尤其是肝阳上抗型的高血压 有明显的效果 那肝阳上抗 基本上很多高血压患者 或许他可能会有头晕头痛 睡不好 肩膀痠紧或许会有 不过没有的 也不代表他没有高血压 这种在中间叫做肝阳上抗 那像我们民众比较叫做火气大 这种口干舌燥 眼睛疲劳 就是我们的消耗我们太多的营养素 维生素B群这一类的 那绝明子还可以干什么 可以帮助我们子质代谢的 子质代谢的紊乱 延缓我们动脉硬化 因为他对他里面的这种大黄素 还有大黄酚 对我们动脉硬化 对尤其刚才提到LDL 低密度脂蛋白呢 是有这种预防他血管的 周状硬化的帮助 对膝脏 还有我们肾脏的这种过滤 都有调节作用 还有绝明子茶可以帮助我们排便 那可以促进我 可是他会因为促进了子宫的收缩 所以有任成其高血压 就是平常没有高血压 在怀孕的时候才造成高血压 收缩压140 树脏要90以上 认成怀孕的因素造成高血压 千万就不要用绝明子来降压 因为造成血管的收缩 那绝明子茶 刚才提到的 这就是单方吗 对完全没有加任何糖 冰糖这些蜂蜜 味道很好喝 这是汉方的咖喱豆 微微有点苦 不会很甘甜的 一点点 甜的 就是有点甜甜苦苦 我觉得好像有点绿豆的味道 绿豆那种 你知道夏天吃绿豆冰的时候 绿豆 绿豆泥的味道 你不觉得加糖有点绿豆泥 是不是绿豆泥 绝明子本身在做香味 明目降压润肠通便 带来这些作用 那绝明子各位想说只有喝吗 其实在古人有发现 我们绝明子 今天早上刚炒过的绝明子 枕头要枕 我们现在人睡不好 容易肩膀痠痛 睡眠不好 这头颈部的问题很香的 有青草的芳香味 跟我们喝起来的一样 不用加精油的 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香味 香味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 枕头套里面 绝明子枕 对它这个放在我们颈部 比这些睡眠枕 记忆枕 我觉得更好天然 而且不用花钱了 这整个套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这种绿 罗医师 这个绝明子好像也叫做 甲绿豆 甲绿豆 对不对 终于上面称绝豆 它本来就是豆科的草本植物的 对它是豆科的植物 跟五谷类似一样的 那还可以做成枕头 对这样放 它刚好这个渠度 对我们头颈部的紧张 僵硬都蛮有帮助的 那绝明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 就说你本身 对你容易拉肚子 因为这种中医 只要种子类的 它容易有这种缓泄的效果 所以你刚说那个 韧成高血压 韧成高血压 还有就是你大便 比较稀的 比较软的 还有你身体比较气虚的 很容易这劳累啦 我们中医都好气 它本身好气 所以它可以当我们中医的减肥茶的 那我不能加个姜就好了吗 你常常不是叫我们加姜 可以吗 对你对中医药比较敏感的 你这些姜 黑糖 红糖 可以加一些下去 它搅合它的寒性是可以的 那所以量呢 量我这个整天 怎么要当中是水来喝 基本上也不要太多 基本上我们一天就要 10公克到20公克当中 它比较少 对其实不用太多的 那不能喝太多 这跟咖啡一样 它也是豆科植物 不要太多 那我们除了饮品以外呢 还推荐大家一个水果 对对对 好我们吃完这个正餐之后 大家来点水果 水果是吃什么 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 我们看一下就是西瓜 那主要是预防前期的这个高血压 尤其现在当中期 哇现在西瓜真是好吃 我一天可以吃好多西瓜 你知道吗 它富含水分 还有清热解暑 有力量作用 可辅助降压 西瓜拥有了丰富的 维他命A B6 或C 还有呢 高纤维 通常西瓜也是被认为 是假的良好的来源 是对抗前期高血压的天然力气 好 所以这是西瓜 潘老师 你是帮帮我们总讲评一下 就是我们有主食 有水果 有蔬菜 还有饮品 您觉得有什么 是不是照这些原则就可以了 我想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董事基金会提到的这个德苏饮食 就是他推荐的一个食材 那他的特色就是有所谓的高钾 刚你们一直提到钾 高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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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这些东西在吃的时候呢 你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呢 也要注意 就是在回归到之前讲的 就是低油 低钠 低糖 这样就对了 所以你只要把握这个原则呢 其实就是最好的降高血压食材 那当然 依我们的规定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高血压前期 那么医生呢 通知你说呢 你现在已经是高血压前期 或者是初期高血压 通常会给你六个月的时间 做饮食控制 跟生活习惯的改变 六个月 假设你这六个月内奉行 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况 然后你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他发现你的这个血压叫到正常了 你就不用吃药了 但是如果医生给了你六个月时间 然后呢 你没有照着刚刚这样吃的话呢 那回去再测血压膏 那对不起 你就得吃药了 因为身体没有办法接受 你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呢 血压一直在飙高的情况下 这对你的危险性就太高了 所以我想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说 观众朋友是在这个情况要赶快处理 那如果不是的话也应该要处理 因为至少可以维持更健康 对啊 没错 对 那我们除了这些饮食方面要注意外呢 降血压还有一个方法 中医会教我们的 可以按穴道 穴道 今天这个罗医师 帮我们介绍两个 可以降压的穴道 好不好 好的 这个我们 平常我们吃药 各位就觉得很有压力 可是一定要配合专业医师来 可是我们平常我们自己 也可以做一些养生保健 一些穴道 它可以调整我们的经络气血平衡 那我们推荐的有 主要有竹山里 杨林泉 太冲跟风石穴 那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 上并下取 就是说你上面的 基本上我们血压 就是我们中间叫阴虚阳抗 就是气往上冲 那我们可以按 脚的穴道 可以达到养生保健 我们该提到这个 那你选两个来教我们在哪里 好的 那就俊耀是不是要 那俊耀来好了 美腿 是脚的是不是 脚的 对 脚小腿 基本上我们介绍 这里吗 那脚的部分 竹山里还有杨林泉 杨林泉 杨林泉在我们的这个 小腿骨的外圆 就是我们的外侧 那我们这个 小腿 这颈腿 颈骨跟肥骨的中间 这边有凹窝的地方 叫杨林泉 他是竹哨羊胆筋 他肝胆是兄弟 肝胆叫香表里 他常做这个按压穴道 三五分钟是很酸的 按压竹山里 那在竹山里 那是竹山里 那是竹山里 这杨林泉竹山里 都很有感觉的 他按压都是酸酸的 甚至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 轻轻的敲锤 都有帮助的 那还有一个穴 应该也来做介绍 叫风磁穴 风磁穴就直接 头痛一头 直接压头的穴道 很有帮助的 对着镜头 就我们的 我们容易 这个不只高血压患者 平常我们工作都低头足 容易头昏脑脑 我们可以在这个风磁穴 就是我们的后枕骨的地方 后枕骨的地方 下面的地方 筋的外侧 我们斜方肌的外侧 这边可以做按压 那本身就可以做开窍醒脑 明目降压 所以上班的时候 会头昏脑脑 这边可以常做按压 自己都可以按 用自己的拇指 可以做按压 手不够力 所以你就两个指头一起来 两边一起做 就是风磁 对上班头昏脑脑 快感冒的时候 在骨头的下缘 对头骨的下缘 我们的后枕部 筋的外侧 我们的脊椎的外侧 两个按压 所以头昏脑脑 这本身 它有疏风散热 开窍明目的作用